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心的是 這個政治新聞焦點啦 翁瑞達 翁瑞達又名 翁達瑞 翁達瑞又名 這個陳時芬 其實他本名叫做陳時芬 但是他的筆名叫做翁達瑞 他其實是一個這個美國的學者啦 但是呢 針對前新竹市長林志堅論文 宿願被駁回 然後被竹科管理局提告這件事情呢 這個呂美教授相當的有意見 他甚至發文向竹科宣戰 對此國民黨立委王洪威 就在臉書上面發文 然後還做了一個圖 很酸這個翁達瑞 在他最自豪的學術戰場 幾乎只能做困獸之鬥了 他的言辭開始閃爍反覆 幾乎無法自圓其說 一天前理性的說 未被定罪前每個人都是無辜的 一天之後又痛罵說 這個竹科管理局是假賢慧 很難勝訴 王洪威就說這個翁達瑞 也就是陳時芬呢 你的公信力自己已經把它丟掉了 他很誠懇的建議這位學者 時間到了 該下車了 好 再來看到的是前聯電董事長曹新成 他自稱去年繳了16億的稅 來駁斥外界對他質疑 他當初入籍新加坡 是為了要避稅這樣的說法 不過台北市議員徐曹新成 批評曹新成避稅 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啊 因為新加坡的稅制 本來就比台灣來的低 徐曹新成也質疑 曹新成在去年8月8號 在節目上公開喊話 台北市長票頭陳時中 但是他到8月30號才取得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樣沒有違反選霸法的疑慮嗎 先前過去他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是不是為了去避稅 那這個是很清楚不過的事實 新加坡的稅制就是比台灣來的低 所以實際上面他的做法就是在幫他省錢 我們就不要講去年 我們講這一段時間以來 曹新成去了新加坡之後 的過程當中他省了多少錢 那他省下來這些錢有要再還給中華民國政府嗎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嗎 我們只看到他說他要捐30億 可是呢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捐完 他要不要捐錢那是他家的事情 只是這個人會讓大家覺得 沒有最基本的誠信 讓人很難相信他的說法 8月8號最早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講說他要支持陳時中了 那個時候他應該完全就是一個新加坡人 連中華民國的國籍都沒有 一直到8月30號的時候 他才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一個雙重國籍的這個情況 可是問題是新加坡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 所以後來他才被新加坡告知說 你必須要取消你的國籍才行 他才在今年1月的時候去辦理手續 你先前想要透過雙重國籍的方式 去某種程度的謀騙台灣人民說 我現在已經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可是不告訴大家 其實你還是一個新加坡人 就沒想到去年9月的時候被包括中天 還有叫吳子嘉董事長揭露這件事說 曹新成還是新加坡人 他才想到說那他要趕快去 趕快去把新加坡國籍放棄掉 而且收到了新加坡政府的通知 他才去放棄嘛 那所以他怎麼可以轉過來說 是我們抹黑他呢 明明去年9月的時候 他就是新加坡人並沒有錯啊 中選會他到時候如果比如說 許巧欣檢舉之後 他要認定說 第一個他雙重國籍的身份 可不可以初選 那如果今天他不是我們中華民國 純粹的國民 卻在做這個政治的相關的助選 或是輔選的動作 你不能排除他是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 來介入我們這個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選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法制面 應該要把它修得更明確 他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凸顯了 他捨不得新加坡的國籍 那既然新加坡告訴他 有這個所謂的考慮期 結果他說這個他在今年初 還是把它辦完了 那為什麼要拖到今年 為什麼不去年你八月 拿到中華民國身份的時候 就趕快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曹新陳董事長 某種程度他就是想要看看這個風向 這個我覺得曹總 曹董事長就是說 既然你要回到回回復到中華民國的身份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反對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這個態度會讓你覺得 你是不是其實你還捨不得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